夏立妍到大陸 他們參加那個什麼 海峽論壇 是吧 對 海峽論壇 那夏立妍有說 希望農產品能夠輸大陸 輸外銷大陸的 宋濤說會妥占安排 像我突然聽到中華急行新聞 就開放了鳳梨四家了 真快 立刻就恢復台灣鳳梨四家 我本來聽到鳳梨四家 我也以為鳳梨有四家 那些時間鳳梨四家 不過加量美希望鳳梨什麼 也都能夠去了 台灣鳳梨真的好吃 最近鳳梨真的很好 那另外台東農民說 等待三年 那他們的縣長 饒慶寧也去了很多趟 一而再 再而三的努力 那終於有一點成果 而且郭台辦也說 夏立妍跟饒慶寧 多次表達意願 的確是這樣 多次表達願望 所以見了兩年 即日起恢復 鳳梨四家到大陸去 那農民說 真心感謝饒慶寧跟國民黨 不過感謝一下 過一次就忘了 這個選舉的時候會怎麼樣 都很難講 那張立善說 對國民黨總統選舉是力多 另外呢 雲林農民也說 其他農產品 你們要給鳳梨四家 對不對 其他很多 農產品很多 下個月鳳梨就進入盛產季節 事實上現在 最新的鳳梨就很好吃了 所以其他是不是也能夠開放了 國民黨就說 你看 務實交流是有效的 你民進黨什麼都不做 因為賴清德還批國民黨參加海峽論壇 侯友宜辦公室就說 你自己做不到 反對別人做 就是這樣 我做不到也不給你做 最好大家都不要做 看到鳳梨四家我就很有feel 我在台東當兵 鳳梨四家是一個改良的品種 它跟一般我們吃的大木四家不一樣 一顆一顆黑色紫吐出來 鳳梨四家是用這個 直接用水果刀把它切開 所以它比較適合運輸 所以你像大木四家不要講說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爛對不對 大木比較容易軟 所以大木四家你要送日本 送什麼新加坡 那基本上很難 那我們的這個鳳梨四家 幾乎都是到中國大陸去 而且它鳳梨的 鳳梨四家的產量 百分之23都是到 百分之90的鳳梨四家去大陸 百分之23的釋迦 因為釋迦分大木跟鳳梨 這兩種 百分之23是去中國大陸 所以三年前它開始停止之後 對台東的釋迦農來講 非常嚴重的傷害 剛剛主持人提到 那還有鳳梨啊還有芒果啊 我在看喔 確實有差別 因為以前黃建廷 當台東現場的時候 就打通這個兩岸的通路 把釋迦賣去中國大陸 可是你要知道 我剛剛講的芒果跟鳳梨 主要在台南 高雄 屏東 那不是我們講執政 中國大陸他是會看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這一次因為海峽論壇 勞憲本人是人到大陸去喔 再去拜託 他幫這個農民請命 那回過頭來 勞憲寧 黃建廷 國民黨在台東的現場 是一直贏的啦 可是立委的話就是民進黨 是劉兆豪 那因為選立委的時候 原住民朋友不在那個票裡面 他另外投他們這些立委 所以呢扣掉原住民朋友之後 就是非原住民的這個 投給民進黨立委的反而比較多 那這一次看看 這個事情會不會影響到民進黨的選舉 就是說台東的這個立委 會不會出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現場都是國民黨的 因為台東原住民比例很高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左右 對對對 那地方三分之一原住民 三分之一閩南 三分之一外省客家 那不過我是覺得說 哎呀真的農民就是農民 不要去分什麼 隨時哪個黨現場 我覺得農民感同身受了 我覺得既然農民都很辛苦 我覺得一開開放就開放了 另外其實除了外銷道裡外 你台灣觀光不開放 茶農受傷很大 你知道嗎 我聽那個許淑華南投現場講 對 在南投很多茶農都已經倉庫裡 對著一堆的茶葉 為什麼因為沒有觀光客買 比方觀光客來一定會買台灣的好茶 什麼帶去就變成這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